因为地球正在变暖 所以北京迎来了进入到21世纪以来最冷的冬天 什么逻辑 在这个冬天里我要试驾一款车 一箱油能跑940公里 百公里油耗5.6升 什么技术能做到这一点 只有混合动力 我可是混合动力的老车主了 看我老不老 我是混合动力车的车主 所以我是混合动力车的老车主 那我对这车格外的感兴趣 因为它用的混合动力系统 和我的那台车的混合动力系统不一样 那咱看看这辆车 本田好影的混动吧 欢迎收看夏东平车 好影混合动力版 好影这款车 我可能试驾了好几回了 所以咱就没必要对这台车进行车型上面的介绍了 你说你为什么你还要试驾 就是因为它是混合动力的车 我这一个老混合动力的车主啊 我是第一次真正深度体验一下本田车的 iMMD混合动力系统 就是这辆好影混合动力版 我觉得这个系统啊 对于我来说 还是值得去认真的去体验的 因为它跟我的那个混合动力 它不一样 所以啊 闲话少说 开起来 感受一下 我们把好影混合动呢 停了整整一夜 在夜间呢 北京的气温大概不到零下十度吧 零下七八度 然后呢 早上起来 我们启动一下 你看 现在的外界温度是零下三度 那当我把它启动之后呢 你看发动机没有任何的运转 发动机没有启动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混合动力系统里面的电量啊 还有一多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的电量足够驱动电机 让你起步 向前行驶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它不需要用发动机来启动 所以它的发动机是不启动的 可是呢 因为太冷了 发动机需要一定的预热 那你要想给发动机进行预热怎么办呢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你打开空调 你打开空调 那空调开始运转的时候 它使用的是发动机那12伏的电瓶系统 那个系统 没办法支撑空调单独运转 所以它必须要启动发动机 那或者呢 就是按一下运动模式 你把它放到运动模式 让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啊 它的温度啊 各方面达到基本达到要求的时候 它又熄火了 它现在就告诉你 可以很安全的正常的起步了 用电 还是用电起步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 它的特点就是这样 只要能让它用电的时候 它尽量会让它用电 那当我们启动之后啊 开始起步 走起来之后啊 有我的建议就是 不要开着空调 把空调关上 把电热座椅打开 保持身体呢 一定的温暖 那么走起来之后啊 过一会儿 等发动机各方面等等 运转都非常正常的时候 你再开空调 因为你早期把空调打开 只能增加发动机的负荷 等它真正的热起来之后 它运转全部都变得最流畅的 最佳状态的时候啊 你再给它加负荷 那样是对发动机最好的一个保护 我们行驶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空调打开 并且我进入到经济模式 你看现在我也能够发现啊 我的电池的电量在 一开始车预热之后 电池电量有一个升高 然后接着有一段持续时间的下降 现在又开始恢复 电量开始升高了 本年的IMMD上 这发动机的介入和撤出 都是绝对平顺 完全没感觉 你只能在发动机高转速运转的时候 听见它发动机运转的声音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震动的感觉了 就是介入的那一刹那 你是完全无感 所以特别平顺 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优势 另外就是轰达三星这套系统 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非常的好用 而且它不会给你增加任何的额外的干扰 或者说你还需要什么额外的特别的技巧 去使用它 非常方便 用起来很直观 另外一点就是它很保守 它调的非常的保守 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比方说它车道居中保持吧 这车道的弯曲度不能太大 你这一路看过去 你直接能看到弯道的外边 你看不到弯道转过去的出口的位置 如果在这种状态下 它不会给你有这么大幅度的转向的控制 那它就会贴近车道线 然后方向盘开始来回摆动 来提示你让你自己去控制方向盘 并且它的仪表上会给你亮起一个黄灯 告诉你车道偏离了 你要自己控制 而且它现在都是汉字的系统 所以它直接出来的文字 很容易阅读 这字很大 再有一个就是 前碰撞预警 做得非常好 就是当你前方的车明显在减速 而你没有意识到 你没有跟着减速的话 它立刻这个黄灯就会闪起来 马上对你进行提示 要变线的时候 你侧方有车的时候 它也会给你一些提示 而且它给提示的过程都比较的柔和 它尽量不会让你感觉到 它在接管你的 或者说跟你抢夺控制权 而是保持一种纯辅助的状态 活动力系统带给我们的整体的体验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你驾驶时候的舒适性 而且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好的动力的表现 你比方说我开这个耗影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这一点 它是一个自然吸气的20发动机 配以锂电池为供电的双电机的IMMD 混合动力系统 它这个自然吸气的2.0升发动机 还是阿克金森循环的 它只有147马力的功率 那你听起来 很低 但是加上这个混合动力系统之后 这功率就到215马力了 那就基本上是一个2.0T发动机的功率水平 然后它的扭矩有多大吗 光这台电动机 它就有315牛顿米的扭矩 那发动机本身有174牛顿米的扭矩 加起来的扭矩 至少你单电机 纯靠电机驱动的时候 你已经有315牛顿米了 那如果发动机和电机一起工作的时候 它的扭矩输出 那应该也是在这个水平 或者这个水平之上 所以总体上来讲 它就是一个功率调节比较适中的 2.0T无轮增压发动机的扭矩和功率水平 可是当我们日常开的时候 你又会发现它整个的系统的运转 那要比一个2.0T的燃油发动机 平顺太多了 平顺百倍 它的动力输出那种线性度 也会远远的超过一台2.0T的燃油发动机 特别是它IMMD这套系统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在低速形式的时候 它相当于是一个增程式的电动格 因为它有一个模式 这个模式是发动机在运转的过程当中 是带动着两台电机当中 负责发电的那台电动机来发电的 然后它用发出来的电 提供给负责驱动的那台电动机 以电动方式驱动这车前进 这就是完全是增程式车型的原理 它会更多的情况下 让人们体会到开电动车的感觉 另外就是中途加速的启动响应非常好 因为它的电机的扭矩非常大 所以当你在中低速下行驶的时候 你就是需要加速 你轻轻一按压加速踏板 这车的加速响应 动力的响应特别直觉 就完全是电动机的驾驶的那种响应 我专门找一些我平常试驾的路段 那些狭窄的空间 经常调头的位置去调头 去试它的转向直径 我发现很顺 一把轮就过来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整个的驾驶的体验的过程 就会让你挑不出任何毛病 你觉得方方面面都特满意 它的舒适性就大幅度提高 而且它一点还降低了噪音 使它的车的安静性大幅度提高 我开号影 在城市里大部分时间 这车都特别安静 其实我感觉 它并不是因为它的底盘里面 像堆料一样 加了很多隔音降噪的材料 它会借助它的精准的定位 去消除噪音 怎么精准定位呢 你看一个是它的这一套控制动力系统 大幅度的减少了噪音和振动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这车 配了米其林的静音轮胎 轮圈的直径 它设计的很适中 就撞18英寸 然后轮胎胎壁60 非常厚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它产生噪音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尤其在中低速下 它的吸收震动的能力 吸收路面的不平音速 或者粗骚的能力就很高 我对号影混动的油耗表现 我觉得它说服力很强啊 真的是很强啊 因为咱们时钟落月是这车 我把全部都归零 归零完了之后这开下来 然后在那么拥堵的城市里边跑 这么一路下来 竟然它又回到了 它当初的5.6升的 那个平均油耗 我觉得它对油耗的控制啊 做的真的非常到位啊 号影的体型一点都不小啊 而且这车呢 它也不轻 这样的车 它能把油耗能够控制的这么到位 这真是做的非常不错 那虽然说啊 号影混动啊 它除了日常普通模式之外 还有三个模式 一个运动模式 一个节能模式 还有一个纯电动模式啊 但是我觉得它加上日常模式 它用四种模式啊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99.9%的时候 你直接就是用节能模式就行 即使是跑山路 你想操控 节能模式都足够实了 因为它的电动系统的动力的衔接 扭矩的输出表现什么 各方面都太好了 它还有一个手动的换挡拨片 但是它不是换挡用的 它干嘛用的呢 它是能量回收的强度 就是电机的反带制动的强度的调节 在什么状态下好用呢 就是在运动模式下 当你把运动模式 摁下去之后呢 仪表上的上面给你提示一个红色的灯带 经济模式的时候 节能模式它是绿色灯带 它一转换 啪红色灯带亮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换挡拨片加减 拨加 它就会降低这个电机反向制动的强度 它取决于你驾驶的激烈程度 如果我驾驶的激烈程度很高 我接近弯道的时候 往往是以相当快的速度在接近弯道 那我就会增加我的制动强度 那如果我开的很流畅 很从容 那我就会减少我的制动强度 渐进感特别好 它一点都不突兀 而且它的刹车 这台车刹车特别好 你需要用到刹车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体验 轻轻按压这个 就跟油门一样 轻轻按压这个刹车踏板 它的制动力非常有效 而且特别的柔和见 没有任何躺吐感 但是极其有效 特别喜欢它这个刹车的控制 另外就是你看它的配置 它的功能性特强 各种功能 这个仪表可以换主题 它有三种主题可以换 然后没有平时显示器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平时显示器 倒不是特必要 因为它的方向盘仪表 位置设计的特合理 它仪表台也设计特合理 你看它窗框也比较低 仪表台整个都在你的肩部以下 前后左右视线都特别通的 然后它还有本田的特点 就是你打转向灯 中间屏幕给你显示右侧的盲区 然后你往左一打转向灯 什么也没有 左边的需求实际并不大 所以就少了 这就是日系车的造车风格 号行混动版这个车型 我试驾的还是相当深度的 因为我对这个混合动力系统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开了差不多整整两天的时间 然后白天晚上 然后各种各样的路况 都进行了一个综合的体验 然后特别关注了一下它的油耗 确实控制的非常的好 另外整台车的主飞当安全系统 配置也非常的齐全 而且它的表现也很过关 那号行这车型 我觉得它还是相当成功的一个车型 因为之前只有一个本田CRV 那号行作为它的姊妹车 推出首年 它就实现了15万左右的销量 说明市场对它是非常认可的 基本上大家觉得这是一台很均衡的 而且相较于过去 有明显进步的车型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推荐 来选择混合动力版的号行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它其实它的售价 现在也已经很容易被人所接受了 容易被人能够负担的起了 它整体上来讲 它的售价差不多23、4万 可是如果你要考虑到市场上存在的优惠 其实20万出头你可以拥有了 之前我们买混合动力车的时候 主要考虑的是油耗 就是说你混合动力车会比普通的燃油车贵 那有一个差价 那么我通过省油 我省多少公里数的油 我才能把这个差价给顶回来 主要都是在考虑这一点 其实混合动力车它省油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它是整体的体验当中的一部分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混合动力系统的加入 能否给我们在驾乘的体验当中 比方说动力的输出 动力的表现 比方说它动力整体的平顺性 比方说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舒适性 方方面面 适不适合更好的体验呢 浩颖的混合动力板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证明了它能够给我们带来 确实优于燃油车的更好的体验 你把这个更好的体验 再加上混合动力的省油的体验 我觉得就完全直回啊 它混合动力板相对于普通燃油板的那个插架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踢车帮只为爱车的你